90、《工商時報》7月29日10利率決議走向未來升息指標 2015年7月26日前瞻一週A6中 致行美國聯準會本州舉行貨幣政策會議 儘管市場普遍預期利率不會有任何更動 但近期金融市場波動 投資人希望了解聯準會對經濟看法 投資人對美經濟情勢有所疑慮 也使得本州公布的美國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成為市場另一焦點 此外,蘋果和微軟等財報不佳導致股價近來重挫 本州科技業《財報》仍將繼續受到關注 聯準會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3.C 週二開會2.週三宣布貨幣政策決議 近期金融市場波動激烈,美元走強 市場十分關注聯準會對目前經濟情勢有何看法 以及會否擔心強勢美元影響美國經濟 星息上有顧忌,美國週四公布第二季國內生產無額 是本州重要數據,尤其聯準會週三宣布利率缺以後 美國表現是否符合聯準會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就成為市場容易判斷聯準會將在9月或12月升息的依據 美國首季G.D.P.不佳 但市場一般預期第二季G.D.P.會回升 可視第二季期間發生希臘債務危機和6股暴跌等問題 加上美元走強,會否影響美國經濟表現 和第二季G.D.P.回升力度是否夠強 都是市場極度關注的焦點之一 其他美國數據也相當重要 尤其目前美國經濟成長主要依賴內需來帶動 因此與知相關的數據都是觀察美國景氣變化的重點 本週歲沒有像上週那樣 有蘋果、微軟和瓦虎等多家科技業巨碼集中一起公布隨報 但週二的康寧、週三的推特、週四的三星電子和microchip 和週五的科類等 大多和台灣科技產業有連動 因此也受到關注